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坡肉用煎煮方式逼出油脂 肉质更香甜 把日月潭当地盛产的阿萨姆红茶 跟东坡肉一起入锅 香气直串 再倒入老卤汁 乳上一到两小时 茶香才会入味 日月潭这里产红茶 然后跟当地的这个红茶结合 吃起来相当的入味 你吃了之后很想 就是多配一点饭 一到东坡肉 当然止不住饥饿的胃 想吃创新菜色 吃这道锅猫沙拉 准肥做 店家使用零食可乐果 以及米香取代传统蛋酥 香脆口感 在舌尖上蹦出幸福味 它的锅猫都是选 它比较尾段的部分 很嫩 很清脆 很爽口 把传统锅猫凉菜改良的人 就是他刘俊豪 原本在台中工作 28岁决定回到老家日月潭 开民宿 就是因为想陪伴年迈的父亲 还弄了个食堂 让拥有好厨艺的爸爸 能大展身手 一个人住嘛 比较容易会有那种 就是捡东西回家放太多 或者是喝酒喝太多 不太好 对 常常出去人家说要常回来 帮忙给他们生气 他就好心 因为好心要回家吃到很狂 孝顺的背后 原来是有个辛酸故事 爸爸刘正昌 因为妻子早年过世 父兼母职的生活 为了照顾孩子 因此练就一生好厨艺 小孩妈妈早就老生了 老生了后就 拿住 拿住 妈妈身体又不好 要是再一百年 要在楼上帮我们 帮我们提示 说什么菜怎么做 生命中的苦难 成就了刘爸爸精湛厨艺 但小店能屹立不摇 这块古早味的红骨粿 功不可没 刘爸爸八十多岁的岳母 温柔地把糯米捏成圆形 再包起内餡 放在一模上压平 做好的红骨粿 天天往店里送 这小小一块粿 制作过程看来简单 但是自己动手 却困难重重 哎呦 慘不忍徒啦 我没起来 我没起来呢 哪里 没有几下功夫 想把红骨粿做得好看 可不容易 不过阿嬷做好的红骨粿 还得先蒸在煎 吃起来就像麻糬一样 掀起不少人小食记忆 把这些古早味料理 以代代传承下去 要让大家用舌尖 感受岁月堆叠的美好滋味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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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